蓝的公司 反正不敢做任何报告 结论就是 台湾赶快买军火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真正台湾要保护自己 最好的方式 就是联合中国大陆 两岸不是同胞吗 两岸不是兄弟吗 两岸不是有一个 最重要的九二共识吗 好 那万一两岸联合起来以后 这些场景会不会发生 什么场景呢 去年 今年都发生过 我们台湾的渔民 跑到冲枝鸟礁去捕鱼 这是我们传统台湾的渔场 结果呢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公务船 来巡逻 然后我们伟大的蔡政府 做什么事呢 他赶快广播 叫我们的渔民 快逃啊 这是什么 什么跟什么 这不是间接承认你公海 根本就是日本的海域吗 那钓鱼台呢 现在台湾渔民也不能去啦 所以 佩君 怎么办 我觉得蔡总统其实蛮奇妙的 因为过去他在那个专访的时候说 没有人可以排除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 那九品芝麻关里面方唐靖就是跟着在堂上说 打我笨蛋 然后就真的被包容心痛打一顿了 蔡总统荒谬嘛 不过还好中国大陆肯定比他想的有智慧 不过我倒是觉得先别管兰德怎么想啦 我们来自己想想看 现在面对这个局势 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准备 说到国防自主就要谈兵源了 现在兵源不足啊 没有人要当兵嘛 那要不要恢复真兵制呢 刚刚都说了蔡总统自己在那边铺梗 说人家有可能要来打我们 那蔡总统他自己准备了多少东西呢 你一方面要这样子去挑挑衅中国大陆 但是你一方面如果又没有端出对策来 各位现在没有服兵役的这些年轻人 自己要绷紧神经啦 接下来下一步没有人知道 那如果不征兵的话 请问蔡总统在两岸关系上面 又做了哪些努力 难道发一些这些可笑的图文 然后什么通往和平的门 是我们被对岸笑掉大牙之后 就算是他在两岸关系上面做的努力吗 刚刚说到兵源没有办法 那来谈武器 跟美国几位前辈都说了 跟美国买武器就是交保护费嘛 还交得喜滋滋的 可是美国前总统这个副总统钱尼 他的副国安顾问叶旺辉 就打脸啊 人家川普的字典里面 只有美国优先 不会有什么侵台政策啦 美国爸爸不理你的时候 请问你说好的 国机国舰国造要怎么做 难道是继续在总统府里面 让黄志方向过去一样 跟这个庆富的老板 密室谈密室桥吗 那如果你兵器兵源不行 武器不行 那就来比决心好了 两岸关系紧绷的状况之下 蔡总统跟他的家人们 还有民进党这些高官 要不要牵牵看 跟台湾共存王绑在一起 这样的协议 美国人说真心话了 叶旺辉他怎么讲 他说美国不会有什么侵台 或者侵其他国家的政策 而去年的8月9日 他更直接面对北美洲 台湾人教授协会的年会 FAPA 他是非常非常毒的一个团体 回应现场有关台湾独立的问题 他说他直接讲 如果台湾人民的确都同意独立 并且做好可能因为独立 产生的各种后续武力冲击 跟牺牲的准备 我会尊重台湾的选择 但台湾人自己的选择 不要寄望美国会介入乡庭 这个大白话已经直接诚实 明白的告诉你了 你还要骗台湾人说 将来美国会怎样怎样怎样吗 一方委员 其实一方会是很支持绿色的 对 他是跟民进党的关系 一直都非常好的 所以前阵子也讲了很多的话 在蓝军的听起来 大概不是很舒服 他现在在选副州长 选他那个州的副州长 所以可不选得上来 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选举 可能让他比较接地气 他的看法就变得会比较实际这样子 我刚给大家看了 国务院从去年十月到现在 这么长的时间 把我们国企官方拿掉 我们驻美代表不断的抗议 不断的要求拜托 到现在人家国企挂在上面 此时此刻 对啊 连一个你的国企都不替你挂上去 贸易署也是这样子 代表署也这样子 那你能够期望说 美国真的帮你打仗吗 美国人的协助永远要放到最后 最重要是要用我们的智慧来处理 我们跟中国大陆 如果说一定要用战争来解决的话 输赢非常清楚 各自给你们一千枚飞弹 大陆打一千枚到台湾来 台湾打一千枚到大陆去 你认为最后会怎么样 台湾就烂了 大陆还有很多的县市 搞不好还没有分到一枚 可是台湾已经被打烂掉了 所以任何人讲说 我们为了独立不惜一战的人 都是非常残忍的人 非常没有人性的人 台湾当然要活 大家活得好好 才会有希望啊 对不对 2014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 71%的美国民众 反对美军出兵保卫台湾 如果他被中国大陆攻击的话 绝不出兵 71%叫做压倒性 Lenslide的一个反对 我美国人美国子弟 不愿意帮台湾打仗 那台湾现在为什么会搞到跟大陆这样 这样子的紧绷呢 你就是少了这个九二共事啊 九二共事就是说你两岸都中国人啊 而且我们会努力的迈向统一 这大陆讲的吗 不是 这李登辉讲的 1992年 1992年我们台湾是根据国统纲领 跟国统会 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原则 我们非常努力的要追求两岸 中国人将来迈向统一 这样有什么错 这不是我们宪法规定吗 雇主权 那他雇好什么统线 你看不到嘛 大家记得蔡英文上次出国是行亲之礼 行亲之礼真正的行程 是要到夏威夷跟美国人讲 我的经购 反正每年会成长20% 你如果去做调查 会发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在台湾又变多了 在马航九时代是变少了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很吊诡的吗 那你今天 台湾人比较聪明 是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蔡英文上来会怎样 那大家也知道 蔡英文所有的动作 就是要报美日 然后要远离中国 他希望你对中国大陆越不了解 越不气的话对他越好 但他又每天要去挑衅 挑衅中国大陆 对他政治上是有好处的 显标商 所以你看他对于那些台桥 台桥他讲的最重要的话就是 我会顾好主权 顾主权 他顾好什么主权 你看不到嘛 大家记得蔡英文上次出国是行亲之礼 行亲之礼真正的行程是要到夏威夷跟美国人讲 我的就是你刚拿出来那个表 我的金购 反正每年会成长2% 那请问一下 现在前台湾的人还记得行亲 是到哪几个国家 没有人记得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个土阿鲁 索罗文 马绍尔 大家都忘了 难得理系 我觉得蔡英文这次在讲 他说他顾好主权 请问你 当李登会说钓鱼台是日本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表达不同意见 当日本对冲针鸟召这个动作的时候 当日本的这个海上华卫艇的船 在欺负我们渔船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顾好主权 你根本就没有嘛 他这次用闽南语跟美国的华侨拜年的时候 还说我们没落魁